一招一期就能练成了 我们几个也就是去开玩笑 这样佳佳斗戏的舞台 我们就是要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 我们先给你设计第一系列的功能 请看 刚才我说了 我上大学的时候 打平板球打得这么厉害 所以说刚才我看着宋飞 这个发球的直线 还有这个速度都很高 我就想什么呢 能不能充当一下人肉发球机 这也是我们佳佳斗戏 给你设计第一个功能 可不可以 让我端端发球机 对 能完成吗 然后我接球 我就怕我发出来球你接不住 哎呀我这天哪 没有我接不住的球啊 他挑衅你 他挑衅我是不是 对他挑衅咱们仨人 你在中间你也在挑衅你 你知道吗 是吧 但是你得把这脸给撑上来 来大家伙掌声鼓励鼓励我 来来来我试一下吧 来来来 来 准备好了 来 我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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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等分 好等分 等分 我开张马 他可以择了 再来 再来 哎呀 等等 我多了几分了 你没听什么粉是她没打 不大 好 好 等分 别着急 好了 够了 可以 打 好了 打 其实大家真的 我觉得你可以跟他好好学一学 他吐这个技术 是不是 你们两个要都会吐了 就可以不用拍大了 就是一个都用嘴接着 吐 对 就是他吐一个王 我用嘴接着 然后大家吐回去 哎呀 我不知道你玩不玩过一个游戏 什么游戏 叫植物大战僵尸 植物大战 现场的朋友们玩不玩过 玩过的咱举下手好吗 我们现场选出 几位 现场选出几位观众 上来参与一下 咱们今天就玩这个 玩这个 玩这个 来 特别熟悉的模样 是不是 对 修瑞你给大叔给教一下 夏日葵怎么做 应该 大叔您不知道 这个夏日葵 他在这个里边 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角色 可能你不大明白 但是就是他主要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形象 你可以跟我学一下吗 来 来 来 学一下就行 来 对 来 你现在跟我学一下 来 这样 夏日葵 开心一点 夏日葵很开心的 乐一下好 等一下 像不像 可以 可以 好 来 来 豌豆 豌豆不介绍了 大伙都知道了 主要的输出力量 你俩呢 你俩过来 你俩上这边来 你俩的形象特别好 你看 你们跟我演僵尸 跟着僵尸有范指 跟着僵尸有范指 好了 接下来 我们真正的植物大人僵尸 真人版 现在开始